大家好,我是大衛sir 今天繼續為大家帶來35家初選案的消息 案件踏入第100天的審訊 今天繼續由周嘉誠作供 100天,真是很久啊 今次審了都不短時間 周嘉誠聯同張可心、梁煌惟發起物樂無悔 提倡議會抗爭 辯方就2020年6月9日初選組織者記者會向周嘉誠提問 周嘉誠說當日戴耀廷曾經說明不需要參選人簽署文件 以免被行政機關製造藉口DQ候選人 認為記招是他和張可心、梁煌惟發起物樂無悔的導火線 周嘉誠繼續說 在2020年6月10日中午 由網上知道戴耀廷在6月9日曾經開記者會 周嘉誠認為過去戴耀廷一直主張 將就協調會上所達到的共識 而被一份共同綱領文件被參選人簽署 但沒有通知參選人的情況下 突然開記招說不需要簽署文件 我就覺得有沒有那麼兒戲啊 對於戴耀廷指 不想製造一個DQ紅線的說法 周嘉誠指 那我就覺得 那條紅線 從2016年的經驗告訴我 應該是主張香港獨立 但協調會上高 沒有一個討論是跟港獨有關 所以我不怕些什麼 突然宣布不簽文件 是一種退縮 物樂無悔速承諾否決財政預算案 逼政府回應五大訴求 周嘉誠同意法官指 協調會最終文件的字眼 和物樂無悔有相似之處 同時 有提及會運用基本法賦予立法會的權力 包括否決財政預算案 逼使特首回應五大訴求 周嘉誠稱是戴耀廷在協調會中提出 周嘉誠回應指 物樂無悔的結構是由他已定 包括兩點的聲明 各字眼上是相似度 我會運用基本法的權力 包括否決財政預算案 到逼使特首回應五大訴求 在我在Telegram打給張可心的時候 當時在開會的時候 我的確有本寶有支筆的 但我不記得有沒有抄下整個句子 所以簡單而言 是我憑記憶打出來 讓他寫這一句 辯方律師問周嘉誠 有關運用基本法權力 否決財政預算案的議題 是否曾經在第二次新東協調會討論 周嘉誠表示認同 但清會上未有就此達成共識 周嘉誠繼續解釋 移定物諾無悔聲明的內容 並非來自協調會的共識 而當候選人同意兩點聲明內容之後 他就可以簽署 形成一個所謂表面上的共識 周嘉誠指發起人 深知各區攬炒的共識 辯方引述物諾無悔其中第二段 我們認為在初選協調會上高 取得共識的共同干領 是一眾參選人之合作基礎 向周嘉誠提問 當中初選協調會 是否指全部的選區 還是某一個區 周嘉誠回答是指五個地方選區 而物諾無悔是以五區作為基礎的聲明 三名發起人 依據五區協調會的共同干領去草擬 周嘉誠聲明為取悅大眾 焦點放在否決財政預算案 辯方向周嘉誠提問 物諾無悔的聲明內 考慮到立場差異達至最大的公因數 當中差異是甚麼意思 周嘉誠表示 即是只在初選協調會上 大家都有些爭吵 亦即是可以理解為 無法達成共識的項目 或者可以說是討論 物諾無悔那一刻 暫時未有共識的項目 這樣就為之差異了 辯方續問 該段的最後一句 物諾理應無悔 否則等於失信於民 是甚麼意思 周嘉誠表示 該句子是過渡句 根據張可心的說法 他是說想產生一種 承上啟下 和畫龍點睛的作用 著周嘉誠心思後思回答 法官說 不想你堆砌政工 周嘉誠作公示指出 他和另外兩位發起人 不相信35家的可行性 李運騰法官 亦問及周嘉誠 很多候選人都表示他們不相信35家 他有沒有曾經在協調會議中聽過 或者有沒有向組織者反映 35家是不可能的 以及戴耀廷 是天真的 周嘉誠說沒有 他繼續指 對35家持不同態度的人 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 是明知35家不可能 但仍然反米假希望 即是一群正棍 第二類 是覺得35家是有可能 心中存有一絲希望 周形容這一類人 是天真的理想主義者 第三類 是有政治勇氣和承擔的人 即使認為35家不可能 但仍然盡力完成任務 李運騰法官問 周嘉誠個人 是不是屬於第三類的時候 周嘉誠回應指自己是第四類人 遭到陳慶偉法官質疑 你又說只有三類人 提醒周嘉誠要想清楚才答 並向周嘉誠說 不希望你一路作些證供出來 但是最終 周嘉誠再逐一解說三類人後稱 我沒有第四類的分類了 接下來繼續會有我大衛sir 為大家緊貼35家初選案的消息 大家記得要留意我的頻道 多謝各位的支持 今天的時間到此為止 拜拜